我們今天就是交通會報 匆忙走進會議室 台北市長蔣萬安主持上任後 首場交通會報 警察局有做很多的這種分析 然後趨勢圖 那我覺得都很好 可以說明一下 它背後代表的一個意義 認真聽講 展現市長架勢 因為這件事 讓蔣市長很在意 最近國外媒體有報導 台北市是情人地獄 各局處我們一定要一起協力 盡快的洗刷行人地獄這樣子的 這個汙名 台灣交通被外媒形容成行人地獄 北市真的也擬機車全面退出人行道計畫 一旁副市長李四川也認真聽取簡報 他在意的則是各警局交通事故取締 前朝科市府規定民眾被開罰單後 相關資訊一小時內要納入市政系統 是否要檢討 前市府決定這個紅單開了以後 一個小時就要到超商門過繳會 那這一點現在如果執行 到底有沒有困難 執行一段時間大概三個月後 再做一個檢討 客規攪不隨案例再多一桩 而蔣萬安選前不少爭議的交通證件 像是深蹲免費換搭公車 公車採預約制 還有企業提出可以用水路 解決內湖交通擁塞問題 可以搭船上班這場會議全部晉升 控勸所有的官員 是不是能給蔣萬安市長一個更具體 有效的進行防水 來解決所有的交通問題 而不是天馬行動的亂想一空 能不能提出相關配套方案 還有執行力才是真正的關鍵 所謂的預約制都會顯得離民心太遠 政策提出容易推動難 蔣萬安得儘快提出可行解放和配套 進行文的那些問題才能報道 立刻下載進行文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